这个民调做出来的结果 我个人把他的观察 我想集中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他是不是反统一 从某个程度上来说 是的 他的确是一个反统一民调 因为对统一的支持度的确不高 但是相对来讲 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对独立 不太有信心的民调 也就是说跟以前其他的 类似的民调比起来 这一次的民调 民主基金会的这个民调 他们对独立的支持 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高 所以应该是说 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就是至少是受访的 这些样本里面 我们看得出来 大家对独立你不想要 对不清楚它是什么 对统一你不想要 那所以我们只好维持现状 那么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则是刚才所讲到的 这个是不是 要为捍卫台湾而战的这个部分 那虽然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问卷的设计上面是可以再更精致一点 不过呢 这个问卷的这个 百分之三百分之七十这么高的数字 那也表示在台湾的年轻世代里面 他们觉得不管是道德上或者是在认同上 他们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然我完全同意说如果这个民调是在战争的时候做的 那会是那个结果可能非常非常不一样 因为战争当然很残酷 但是我们如果是如果不过分解读这一份民调的数字的话 那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百分之六十几百分之三个百分之七十 这个为台湾而战的这个数字 它所代表的是台湾的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能不能够做得到 或者是他们了不了解这后面所代表的对他们自己的意义 跟他们家人或者是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至少他们在价值观上面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